所以我們叫禮可以頓悟,事要見修,事情要見修,要逐漸逐漸的修煉。 那你跟禪宗有什麼關係? 禪宗本身在明星見信後面的絕, 師父,你要找到那個禪宗傳人,你就能得到那個絕。 你得不到這個禪宗傳人,你是修禪宗,再騙自己。 為什麼呀?五祖交了多少個徒弟啊? 五祖在世的時候,交了兩千多個徒弟,禪宗五祖, 黃大師,忍大師,但是呢,他真正的傳人是誰呢? 只有一個,所以你找到六祖的師兄弟都沒有, 沒有啊,他沒法,少了什麼東西呢? 對,禪宗比較多,禪宗就比較少,比較難找到師父。 禪宗成就太快了。 哎呀,禪宗,他要用功後,但是他成就太快了, 但是,要是那個根器,你不是那個根器, 不是沒辦法,你容易染污, 師父,你是一個杯子,裡面裝了咖啡了, 我說你這樣,你把杯子倒了,咖啡倒了, 然後洗乾淨了,多洗幾遍,沒有咖啡味兒了, 來,我給你一點甘露水。 你老人家說,哎呀,師父,我這是咖啡,你直接倒水就好了, 你不捨得把自己的東西倒掉,由我。 為什麼空性正念? 密宗也是從這成就的,師父不停地訓練你空性,空性,空性, 訓到真誠空性了,不是理上知道空性, 我知道,像虛空,像什麼,我知道,沒有,你要真空, 真空什麼意思?真空就是你坐在這身體沒了, 腦袋沒了,手沒了,整個的這個我跟虛空是一個樣子, 一個顏色,沒有自己的肉體,生物我,心物我,法物我, 所以說沒自己了,但這個時候你就跟虛空是可以溝通的, 因為法界可以真正溝通的,哎,這個時候師父再教你一個俏訣, 啪,你就成了,因為你原本是佛吧,你醒過來了, 哦,我是佛,我會了,不教就回了,這個叫無師志。 所以這個,禪宗也是這個,禪宗為什麼六祖, 五祖那麼多徒弟只教六祖啊?為什麼? 是嗎?才不是會跟,因為人家什麼呢? 人家老老實實地在廚房裡幹活, 觸米,觸米,觸到自己沒有自己了, 結果自己沒有自己了,空了, 所以是本來無一物,何處惹山?沒有自己了,空了, 所以這才成道氣了。 所以禪宗是空,那秘宗是什麼? 禪宗才不是空,是空中廟友。 密宗也是空中廟友。 不一樣。 禪宗是師父要折騰你, 密宗是有方法讓你空, 所以他可以把中下根的人變成上根人。 禪宗是直接找上根人教。 禪宗是好嗎? 禪宗是居住的, 我不是說,禪宗也在空中流中 禪宗是有方法的禪宗。 禪宗是個禪宗的禪宗, 禪宗是特別之一的。 禪宗是誰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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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禪宗是誰?